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问题 我觉得一直以来从2022大家看到 到现在我觉得问题是重重的 我必须再讲 这个三月发生的时候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里面的人呢 他居然在直接在市政府去做这种交易 那另外现在发现的 居然是这个所谓这个台北市捷运站的司机 居然那大家知道这些都公务员 他们工作压力有这么大吗 第二个我在认为 他们拥有这些不应该用的毒品等等 是不是也在从事交易 我觉得这应该要查到底 那会不会 你看到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单位 一个是台北市捷运 一个是这个社会局 那会不会 其实台北市有很多地方 可能会不会透过这交易在赚 不该赚的盈利 你没有办法想象台北市政府 直接变成一个交易所 所以我真的觉得台北市政府 应该要成立这个调查小组 你会发现台北市政府在这个 居然在社会局发生第一个案例的时候 没有积极处理 就像是台北市政府 就是在2022年7月 收到这个所谓 我必须再讲 这是家长特别 到警察局去报案 你会看到很多的案例 大家去了解这个时脈 其实有些人 他们是投诉没有报案 但是这个家长知道 这个院长跟所谓呢 去做这个侵犯动作的老师有关系 是母子关系 所以这位家长直接跑去警察局备案 警察局报案 结果这个警察局报案了 结果你会发现啊 很像是说 我们的这个警察政府在调查中 居然是保护教师的义 的这个保护教师 他并没有去保护幼儿 但是幼儿又不太会说话 但是你要知道很可恶的是什么 我就问嘛 你黄珊珊是2022年几月请假的 依照我的记忆中 黄珊珊是2022年的8月请假的嘛 这是7月的时候就收到报案了啊 那请问一下你台北市政府 怎么没有积极处理 那目前我觉得最可恶的就是柯文哲嘛 柯文哲现在绝对是全台湾人 这个我觉得他更应该出来好好解释 你会发现整个民众党的巴西立委 都没有人出来讲和哨的问题 柯文哲至今都没有出来解释 你在台北市市长的过程中 你是12月25号才卸任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请问一下你2022年7月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都没有态度 你最有态度啊 什么都会批评嘛 那请问你说明下 关于这件事情你怎么都不说 而且最喜欢去拉这个蒋旺安 后脚的那一位男人 就是柯文哲嘛 针对于这个事情 蒋旺安有没有怠慢 你柯文哲也没有出来说嘛 所以我觉得他就躲在后面嘛 因为我认为最最严重的就是柯文哲 你就是怠慢 为什么那时候社会局的局长 是不是你现在的秘书长周渝修嘛 是嘛 你那时候社会局局长也是周渝修 还有你柯文哲 现在是民众党主席 你们两个都应该要出来交代嘛 我觉得更可恶的是什么 更可恶的是 其实有家长去投诉 他们投诉什么 因为他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他们是跟院长投诉的 在2023年的5月 家长跟院长投诉的时候说 我的女儿告诉我 他非常不喜欢他的老师 这小朋友不喜欢他的老师 叫做什么 Addy嘛 我觉得就是四叉猫查到那个账号前面 AdY这个名字 那这个家长是有去投诉 投诉的时候那个院长也带着他 在隔天的时候去调这个录影带 当然就没有画面嘛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不只是一个家长 这很多的家长搞不好 发现他的小孩不对劲 但是他不知道 这个幼儿园院长跟这个教师的关系 所以他们搞不好 都只有跟院长反应而已嘛 所以搞不好 根本就不止那20位小朋友啊 所以我必须说实话啦 我觉得柯文哲 你应该要站出来表态嘛 对不对 然后重点是什么 讲话你也应该勇敢的 去把2022年的过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掉出来 你不能包庇柯文哲 至今讲话安所有的说法 都没有去解释 2022年的7月开始 发生了什么事 甚至给议员的所有资料的 timeline里面 全部都是2023开始的 那我必须告诉你 讲话安你2022的资料 一定要掉出来 跟人民解释清楚嘛 面对过去嘛 然后解决现在才有未来啊 我现在是觉得就大家都不要藏 另外徐晓鑫说 他有在做这件事情 连讲话安都有说了说 有我们有找立委 我告诉你 假话 2022你也是立法委员 你也逃不掉的嘛 你2022你就是立法委员 你有很在乎这些小朋友的话 什么你徐晓鑫是议员的时候 他在松信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怎么没有过来解决 那你们在讲说 有我们有儿哨心剥削法 儿哨心剥削法 跟这个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儿哨心剥削法 是因为黄齒交的事件才有的嘛 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幼儿园的关系 全台绝无仅有 政论妇女党 上钩上一波 大号 刻在我心里的 忘记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点半上班 林桃给五七点半给你薪水吗 感谢支持 全台湾最欢乐 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论节目 狠狠抖内幕 收视狂开红盘 网路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 现在我要发出奶粉召集力 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四点 陪奶鱼 奶球一起抖起来 什么你下午的直播没有关上 不用怕 晚间十二点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来